愛語還起成神手 情人神還起人神 神 老師妳有沒有自己想要做的題材 最後呢就說我想要做觀音的題材 那這次真正是為我個人量身打造 說哇 觀音耶 演不好寫耶 我們拍起來其實覺得非常非常的麻煩 而且我女兒啊 演到下次報仇呢還是什麼 互相傷害 那 在戲裡面呢演的是觀音 那觀音的外面呢其實上演的是 被自己親生母親陷害的故事 我想說好啊 只要妳敢寫 我就敢演 您請坐 您請坐 我們聽他們在演 你看我剛剛沒有人家這樣 就很麻煩 我還在這呢 我把它叫做就是古典科幻驚悚片 老師就是被一個APP 進入這個虛擬空間之後呢 要跟這些 他以前演過這些經典角色 一一的遇見 然後遇見之後呢 他們還要一起演一齣戲 裡面就是老師會飾演一個新的角色 叫做塑像石 那以後所有的塑像石都變成女人 那該怎麼辦 哎呀 太可怕了 我要怎麼教育我的孩子 哎呀 是呀 哎呀 太可怕了 你替我忘了是為 我會想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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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我还没完全被汇了 到处找剧本 从第一场就想到词 一直紧张到最后一场 吓的就吓醒了 只要有钱 有什么不能称的 菩萨抱佑 藏话家的菩萨像 若是能买给那个大市商人 我一家老秀 就有 王老师呢 在这么多年来 他的成就在他的艺术方面之外呢 还有一项就是演员 新生代的传承 那些都是王老师曾经演过的角色 那现在是他的学生在台上演 甚至会跟他对戏 其实科学中科技他走到极致之后 还是会跟哲传和神学的领域 有相互的对话 那其实不外乎就是人 人们在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透过一个人工智慧 然后呢 跟剧中人的对话 把他带入到一个 比较前世的空间 其实呢 是在对自我的一种探许这样 就是他要同时穿梭在虚拟跟真实的世界 其实就是一个类姿 他又有一段戏 就是要六个角色随时上手 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精湛的转换 建国很有心机啦 就是在这个戏里面一定要让老师很累 然后就是可以尽量展现 所谓百变往海里的魅力 从必剧出发的一个 不远科幻金奏片 有本吗 这样子也 这样子 你这个 我是不是喜欢呢 琴琴 亮亮的 想玩一下 她的夜盘就是 这个让大家知道 这个 这是关音的事 这是关音的事 那就是一些东西在寻找关系 在寻找关系 哦 寻找关系 是女生带着 为了就是继承家业 绝技是传男的不传女的 再后来发现到我也爱上这个脆男 结果两人就 谈着谈着 忽然就爱上我 我觉得她最可怜的 她从头到尾 她不知道我是女生 我以为她知道你是女生 没有 我知道我是女生 刚刚提到这些角色 男女老少都有 然后其实她就是一种 一种众生效 那最后她要 光看到她自己内在的时候 看到的是 是她自己也是众生 感谢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地感谢 从各方面 我的许多的創作 玩在编剧导演 甚至表演方面 回过台再发现 其实那种 从家庭而来的 潜移默化的那种影响力 其实是很大的 其实是来自于母亲 年轻人 我的学生都起来了 他们来主演了 我就可以抽身出来 我的乖孙孙啊 乖孙孙啊 乖孙孙啊 大家好 我是王海黎 欢迎大家来看我的毕业之作 非常非常精彩的《观音》 那么这出戏呢 是结合了网络世界 然后一个心灵的探索 也有很多大场面的 演剧上的挑战 我一个人要挑战 九个不同的角色 所以有文还有舞 也希望各位朋友 走进剧场 多多的支持 再不看 以后就看不到我的表演了 好